我去往前走一百里就是永庆坊 我们去永庆坊逛一下 看这样马路边直接卖的 灰苓糕 双皮奶 绿豆汤 这里不好开是什么 前面的永庆坊看到吗 我已经看到了 那边就是永庆坊 是那边吗 要过马路的是吗 哇 你看那个 你看这个 桃子荔枝 直接这样卖的 以前上海也是这样卖的 现在很难找到了 怎么还没绿灯 看这边房子的特色 不过好多店都关了 以前肯定很热闹 这边房子都是这样的特色的 永庆坊 到了 这里进去了 应该是了 这里进去 永庆坊 看到了呀 之前去上海的时候 给你买了个兔子的大灯笼 你记得吗 看这样的咖啡馆 公路咖啡 什么 卖能力 正常吗 也很正常 这别人住的呀 别人家里呀 这老树 茶几峰 你要 买老树 你 要 买老树 我 老树 这是什么 中华 中华 一个肯定在信苏呀 这个东西新造的哪里是老的 都是新造的 小只想买一个小灯 海鸡岛 吃海南鸡饭的老那么明显 海鸡岛 海南鸡饭 我在永庆房等你来尝鸡蛋 这个房子很漂亮 你看还有刺绣的 这种像刺绣一样的 这里就是广州的新田地 小灯笼要去到外面了 这个里面好像没有 帮你找找看 里面是什么 里面是什么 坐船 天呐坐船 看一下 我们在这边坐船 坐船逗一圈 小姐姐你要下来了 这边你要下来 对我们坐这个船 这里坐进去了 对呀是这样的呢 你就锁在停在这里了锁在这里吧 这个熬自的车停在这里了 踩一下它是用电开的 坐在外面放外面 坐在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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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这边 来 来 对妈妈拍视频 拍了半天不是这座 拍错了 你看这里旁边的房子 那边有一个人啊 哦 桥上有人是吗 你回头 有一个表情就是一回头 然后那个眼睛发光 这里是别人家的 春节要坐游船 春节要坐游船 广东人做事喜欢讲一头啊 是不是啊 是吧 好像是哦 每次过年的时候好像都是那些 荔枝湾游船的同时 船上还有解说 可以让第一次来广州的我和乔治 更加了解这个城市 这给坐船是60个人 隔里面很多垃圾啊 哦 因为居民区嘛 他们污水都排在这个水里 所以很多垃圾 那种坐船就是顺风顺水 你能听得懂吗 广州人民的生活好惬意啊 在钓鱼啊 有鱼吗 有没有鱼 没有啊 很多鱼啊 这里面都是鱼 钓上来能吃吗 他要煮了才能吃 要煮了才能吃啊 看他们的生活多开心啊 就在门口打马脚 一个生挂的 看都是钓鱼的 没有 那个臭弟弟像是在喂蚊子 100多年历史了 哦 这个是100多年历史的藏楼 主人都出去国外了 他们主人应该都去马来西亚了 你看跟马来西亚那个楼一样的 已经100多年了 你看跟那个冰城那些房子一模一样 看到吗 他们应该是那个时候孙中生时期都去马来西亚了 他真的很铁业 那么多人在这里钓鱼 猪江 荔枝湾 这里是荔枝湾 两边荔枝树 你看对面的船 就跟我们的船一样的 这里两边都是荔枝树 这里叫荔枝湾 啊 又是桥 这个房子都很特别 我们在荔枝湾游船 一般的情况下 在那边表演 中大监狱的话 都在这边表演 图的是个开心和热闹 我们在荔枝湾游船 太古居纪念馆 收集由蒋光奈申 在旧居 看得好认真 蒋光奈是抗认民将 丰富抗战总者归 他们不像其他景区的 那个物价的不很麻烦 后来 晚到了 这边 等下去看一下这个文笔塔 这个我亮的 你拿车子 这就是顺时针走三圈 保佑成绩好了 让儿子去走三圈先 儿子肯定走不了三圈 文塔 后面的房子也很那个复古 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 永庆房到文塔这边 我们刚刚坐着船 我们刚刚坐着船 你的位置 文塔游船码头 一路上经过十二座桥 沿着这个荔枝湾 它的水是珠江的水 所以是活水 有鱼的 打个车 回酒店 你流汗了 打个车回酒店了 先把大包小包的东西放好 等下晚点再出来 回到酒店 然后乔治在酒店里面玩玩具 我跟我老公出来 散散步 沿着江边走走 我们就住在这个江旁边 漂亮 哇 这里可以钓到那么多 这些都是钓上来的 捞上来的 捞上来的 哇 有那么多 看这些都是 捞了 这样捞 没有没有捞到 都在看这个捞上来的 哦 这个厉害啊 那么多 没有捞到 哇 那么多人都在看它 哦 捞上来一条小 死掉的 鱼儿了 不止 对 捞了 哦 这里的人好悠闲 猪江旁捞鱼 你试下皇甫江旁边捞鱼 嗯 哦 哦 没有空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酒店 去哪里都很方便 因为中国这边的话 不是全部酒店都可以接待外国人 老公跟乔治属于外宾啊 所以 勾搭上面订的比较容易一点 看看 导